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场是平局 保持不败 处于争冠第一集团 双方在欧冠赛场都还比较顺利 曼城排名小组第一 利物浦排名小组第二 这场利物浦与曼城的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非常重要 双方在赛季初的社区盾杯交手的时候 利物浦笑到了最后 如今再次交锋 曼城渴望复仇利物浦 结果 曼城再次输给了利物浦 非常无奈 本场比赛利物浦排出4231阵型 虽然是主场作战 克洛普在战术层面也不敢过于激进 只安排三名前锋 菲尔米诺 萨拉赫和若塔联妹出击 努涅斯则被放在了踢补席上 瓜迪奥拉则是使用最喜欢的433阵型 本赛季表现很出色的哈兰德和福登携手登场 再搭配一个伯纳多比锡尔瓦 阿尔瓦雷斯 格拉利时和马赫雷斯都被放在踢补席 双方都有些慢热 踢了十几分钟才出现第一脚射门 金多安的远射被没收 若塔和罗伯逊的射门也都没有打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 曼城在场面上逐渐占优 射门机会也不断出现 只是哈兰德的射门都没能够打进 半场结束 双方都没能够打破僵局 利物浦上半场控球率45% 只有三次射门 一次射证 没能进球 曼城上半场有八次射门 比利物浦多了五次 但三次射证都没有打进 下半场一边再战 利物浦依靠反击创造出了绝佳机会 只可惜萨拉赫单刀机会被埃德森化解 紧接着福登攻破了利物浦的大门 却被判犯规在先 进球无效 这让利物浦逃过一劫 之后的比赛变得越来越开放 射门机会不断出现 洛塔和哈兰德的射门都没有打进 关键时刻 坎塞洛犯下大错 上抢失败 让萨拉赫顺势过掉获得单刀机会 这一次萨拉赫把握住了机会 把球打进 之后曼城不得不大举压上 这给了利物浦非常多打反击的机会 但是 努涅斯太毒了 不断浪费机会 最终的比分定格为1比0 利物浦击败曼城 本场比赛曼城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录